中国古代汉朝时 有一个人叫刘萍 楚郡彭成人 往往新朝时曾认俊丽 不久天下大乱 刘萍与老母亲一同逃至野则之中 啊 娘 前面有个泡庙 而扶您进去歇息 等天亮 而再去给娘找些吃的冲鸡 好 野菜 太好了 太好了 找到野菜了 太好了 死山 死路开 此处死路灾 要不打此路路 留下白路不猜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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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你们快什么呀 快快带我去 哈哈哈哈 求求你们了 饶着我吗 放我回去吧 求求求你们了 求求你们了 还有点肉就煮着吃吧 大哥还是争着吃为的好啊 还是生着吃好啊 我都等不及了 啊 不回吧 娘啊 儿子不孝啊 你这个胆小鬼 不是又吃了你吗 又什么可怕的 我一个人死倒没什么 可怜我那老母 她还在等我 把野菜送回去中心 这一去不回 恐怕她老人家也活不成了 这怎么不向人伤心呢 娘啊 娘啊 兄弟 你哭娘干什么 二哥 您不知道啊 她这一哭 我就想起我那苦命的娘来了 当年我娘 林终的石棍想吃碗棒子面粥 只可惜家里贫穷没有 我就东斋西街弄了点杂火面 为娘弄了碗杂火粥 可没成想她老人家没吃上啊 娘啊 别哭了 好汉 求你们却放了我 当我把野菜送回给母亲 让老母吃的这顿 我就回来任凭处置 难得你一片孝心 我们就先放了你 尽了孝 快赶紧回来 我们等着吃你了 谢谢 谢谢你们 我一定回来 娘 开饭了 开饭了 娘 孩儿不孝 您老人家吃过这顿以后 我 我再也不能伺候您老人家了 娘啊 我去哪儿 快让我说主 真方过来 娘啊 儿今天出去 整夜菜市 遇到了强盗 他们要吃了我充气 儿百般哀笑 他们采访而回来 伺候娘也最后一次 完后儿就要回去听送他们主治去了 娘 这倒是 娘 娘自相 娇儿要守信仪 说话要算术 不能欺骗人家 娘啊 儿就去咯 今天又得靠煮熟皮肚日子了 大哥 我都要饿死了大哥 好了 好了 可以吃了 快来 好汉 我回来了 你 你竟然回来了 这乱世还有舍命守信的人 原只认为你是个孝子 没想到这人还是个烈士 刘重师 您才是真正的好汉 我们怎么能吃您 从今以后我们就不做强盗 要靠自己养活自己 请您走吧 替我们兄弟向老母亲赔罪了 向老母亲赔罪了 好汉请起 好汉快快请起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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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 效益相通 效行之人多守信义 而效益之心果能坚定行之 当受世人敬重 我回来了 且能相互感化 因果网奉 造化和恋 我回来了 娘 我回来了 哈哈哈哈 我回来了 娘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娘